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由高就低 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 他做总理时秦正魏明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理 在屈尊当县长期间 城市滩 郑清莲 各处官吏衙门陋戏 坚持微服查访 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有不一县长之称 这个人就是唐绍仪 唐绍仪又名少仪自少川 1862年1月2日出生于广东湘山县 进入珠海市 其副唐聚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 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 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 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1881年归国 带着两支枪 两把刀 两匹马 连夜护送袁世凯 搬到英国军舰上 1895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鲜总领事 三年后 因父去世而回国 1899年5月24月 李鸿章出任梁广总督 唐绍仪陪同前往赴任 11月 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 唐绍仪以道元身份前往 帮忙处理外交 后又筹办山东大学堂病人校长 对山东的高等教育发展起了首创作用 1901年 袁世凯升任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 唐绍仪不负清庭厚望 他通洋文 也懂洋法 可与外商直接沟通 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 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来赢 此后唐绍智外务部又是忙 属游传部尚书 享有一平鼎带 1904年 英国侵略者攻打西藏 西藏向清政府求救 清廷派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谈判 签订中印续定藏印条约 期间唐绍仪运用外交手段 使得英国政府始终无法得到西藏 1906年 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 受英国政府之拓 与清政府在北京二次谈判 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 与萨道义见面 中印两国使臣见面 气氛与之前迥然不同 唐单刀直入地说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 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 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 随后出示各种典籍及古今地图 全是给西藏定位的史料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 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 唐绍仪代表清政府 签订了中印新定藏印条约 废除了两年前 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 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 从属于中国 在与英国谈判过程当中 唐绍仪充分维护了民族利益 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城楼的龙龙炮声 彻底阵遂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国梦 敲下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嗓中 武昌起义成功后 革命军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实施造英雄 拥有超强谈判能力的唐绍仪 全权代表皇族内阁总理袁世凯 参加南北和谈 从幕后走向前台 12月9日 唐绍仪称作专列离开北京 她已清理之 袁世凯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 迫使十分勤于公务 十分注重办事效率 每天五点钟起床 每逢星期一 三五召开国务会议 二四六 叶建元大总统 内阁诚信出一派新气象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首任内阁总理 他的省事作风 与清廷官员明显不同 处事也十分倾向同盟会 袁世凯越来越觉得 唐总理的陌生语不可思议 后来由于同盟会成员 王之祥是否任用问题 与袁世凯无法达成一致 唐绍仪便生忧愤 与护法军政府谈判一合 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 唐绍仪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 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 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贵系军阀所不容 被撤销总代表之职 唐绍仪他做过总理 但是他现在去做县长 这种很惊异的事情 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不过他这种为人处事的作风 却颇受厚人倾倒 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南京后 企图利用其做傀儡 隐居上海的唐绍仪始终不答复 9月30日 唐绍仪在上海寓所 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 5日后 国民政府为其不幸遇难 不给置赃费5000元 并将其生平事迹 驯抚国使馆 供后世战阳 1953年 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 出版了回忆录 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 对他的评价是 为人政治 有才干 对中国的未来 会有远大的抱负